中文字幕 李宗盛 沈記長 馬上要沈記長 先恭喜你 謝謝 看起來早上也都沒有委員去維南嶺 要過關的機會應該很大 那我先講今天跟你的一個尋打會當作我要不要同意你的重要參考 重要參考 首先我先請問你你被提名之後你心裡的感覺是什麼 深感責任重大 深感責任重大 你沒有小路亂撞 有 有 就很像追你的太太一樣 一樣 不能比你 聽不懂就不能比你 就是是不是有一種too much surprise 就說怎麼這麼好走來 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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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相信怎麼會提名我呢 你有這樣講嗎 這應該是尊感責任重大 有沒有這種感覺啦 怎麼會提到你 你沒有感覺到後面有人在政治運作幫你嗎 怎麼可能提到你呢 一個副審計 副主機長一下子提到變審計長很大了 你主機長 副主機長以前是 你很多老闆呢 你的老闆是主機長對不對 是 你這位老闆是 行政院院長呢 你這樣審計長是把這支大刀你撲最大了你知道嗎 現在很大了呢 三支大刀你撲你知道嗎 所以被撲一支大刀你知道嗎 這不是公務員 這個公務員 審計長不是公務員啦 他是很大的政府官 是不是這樣 你真的晚上回去沒有很高興 很高興嘛對不對 班 沒有很高興啦 我問你有沒有很高興 這個感覺 責任佳計 沒有那種 我的感覺 我問你那種 to good to be true 這樣 T-O-O 空格 G-O-O-D 空格 T-O-O 空格 T-R-U-E 這樣 有這個感覺嗎 你原來沒有耶 沒有這個感覺嗎 沒有這個感覺 沒有這個感覺 你是不夠謙虛啦 你說是這樣 對 你不是說有 我何德何能 可以當到這麼大的館 看起來馬上就要當這麼大的館 來 我們回過來 我現在就是問你啊 我剛剛問那個都是在鋪陳的 在鋪梗農 你說你以前很多老闆 要聽老闆的話 老闆的主機場 所以你的這本啊 你的簡介啊 老實說人不是我的老闆啦 寫得寫得不好啦 你以前做幾波 做幾波都是說你副主機場做的 那剛才怎麼做什麼 你後面真的想做的三點 第一點就是落石尖土 第二點就是強化洞場 第三點就是邁向前瞻喔 老實說這個字我當然看懂啦 但是我不知道人家寫什麼啦 老實說寫得不好啦 不過沒關係 這個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自己寫的 這個你自己寫的 還是請人家替你寫的 要講坦白話喔 來這個地方國外殿堂講實話 自己寫的還是請人家 請底下幫你寫的 要自己寫 自己寫 自己寫 自己自己寫 寫得寫不好 我們來看啦 來啦 來我請你 你走這支大堂的撲 你知道嗎 你這是嚇倒的人 撲什麼人 撲行政院的各部會 所有的包括公營事業 只要拿國家的錢 我們去看啦 我就問你啊 你也知道我公開講的 都公開洩題給你 我要問什麼題目嘛 就執行力跟實現力 到底什麼地方不一樣 當前瞻計畫的時候 審計部說 欸 前瞻計畫執行力 多少 五十幾還是六十幾啦 結果國外會馬上打你們的連 他說是 九十二點三五啦 請問你 到底是多少就對了 跟委員說 報告 實現 心計部六十幾 是用 租戶實現 我已經擲出來了 擲出來了 擲出來了 國外會 他的想法 他的執行力 他的計畫執行力 有那個說 應付衛付 我這個工廳 做下去了 還沒付款 但是我就做了 對我工廳 來講 對我工程人員來講 這個應該啊 算 這個是在他的 在工程人員 他這麼 所以這個算 國外會也有一個 我這個工程 我問你啦 什麼人這麼對 是你對 你說整部是你 因付衛付款 這個也是亂扯一通 老人這麼做 薄薄 我做下去了 沒給你請錢 誰跟你家裡 二位廠商 這麼多錢 對不對 這個叫胡扯一通 陳美玲胡扯一通 然後你跟著他講 我現在就問你 你對還是國外會對 還是兩個都對 可以選擇的話 兩個都對 你講這一句 我就不同你票 我跟你講 這個叫四匯不分 那個叫沒有刀子 那個刀叫無心刀 他審計部也有發新文稿 提到這兩個事情 再來 他審計部的損核報告裡面 有提到65% 把國外會的90% 列在他的損核報告裡面 供過濟參考 對不起喔 這時間點講清楚喔 你們先發布60起 國外會90起 國外會打你們的耳光 結果你說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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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寫上去 不是62點多啦 不是60多啦 是90起啦 這個 據我了解是 那個損核報告的內容 先出來 你們要先出來啊 是 對嘛 你們60號 然後被 然後被國外會打臉 說是90號 你們快講 這個就是我跟你講的 因為損核報告已經 這個就是我跟你講的 來 陳先生我告訴你 你本來我要叫你成省機長 不要叫你成省機長 因為這個支票投不下去 陳先生我告訴你 不是 我告訴你 你自己搭啊 你知道嗎 老實說自己搭啊 不是立法院長你知道嗎 立法院長沒搭啊 他每天這樣 這樣洗好洗得好啊 你有搭你知道嗎 自己搭很大肌的 結果你自己搭啊 先生的啦 不好啊 人家行政部門 啪阿公打過來 不是啊 搞得鬼啊 你就搞得鬼啊 過兩天說不對啊 改成99 你也下99 結果你神機長就廢掉了 這個神機不可以廢掉了 這樣的神機不可以廢掉了 報告委員 這個60號後90幾啊 這個大概啊 我在交通部的時候 那時候的實現 我曾經在交通部 當過兩年的會計長 我去的時候 保留款600多億 我走的時候 我兩年後啊 調到行政院子機總處的時候 變70幾億 這個有辦法解決 就是說趕快的把固憲款 剛剛講嘛 固憲款在那裡趕快給產商 因為這錢出去啊 可以促進經濟的景氣 所以這固憲款要趕快出去 再來工程 不要 固的時候不要太樂觀 因為工程一啟動啊 辨識很多 陳醫生我告訴你喔 不是這樣子喔 辨識很多 這裡面 所以啊 解決方法還是有的 是因為 因為有很多地方政府的配合款 地方政府的配合款無錢 你錢給我這麼多 我根本花不掉 因為我還要配合款 除了台北市政府無錢 以外 其他各縣市 散到很多很多 中央部很多 縣市散到後面而已 他們這麼窮 哪裡有錢 搞這個東西 所以根本沒有 你所謂的 應付威護款 這個叫亂扯 胡扯 然後你現在你跟我講說 欸可以啊 審計部沒有也可以的啦 審計部沒有說今天發布交流時候 明天因為長官說 欸 拜託 國會不是你長官啦 國會是你的監督對象 你現在從你以前小孩變大了 你知道嗎 你搞清楚你定位啊 是不是 來 來 我再給你看那張 我就問你喔 這個第二關 也是當作我要不要投你票 不要忘了 為什麼講這個話 因為上一次林青龍 他拿的票是拿一百多票喔 他拿的票很高喔 不是只有民進黨投他票喔 國民黨也投他票喔 對不對 來 我問你 前站第一期的特別預算 總共一千多億啊 總共一千零七十億 這裡面排行榜 我就能厚到 最差的叫做衛福部 百分之二十二點八七 第二名的叫客委會 二十三點六三 第三名的叫環保署二十九點六 第四名行戰院本部 蘇貞昌主管的 三十五點八 六名原住民委員會 四十七點六五 按照 把執行機關首長跟相關的主管 送監察院調查懲處 請問你如果當了審計上 要不要把這幾個單位懲處 已經這段時間了 我還沒有列到前十名喔 我只列五名 我已經很客氣了 我只列五名 你這五個單位的主管 你要不要把他送進朝委員請問你 報告委員 這個 我們損計啊 是依照相關的規定來做 這個是因為是一個遵行損計 法律比較好 法律比較好 對 前章 漢委員看的 第十條 漢委員看的同樣是第十條 看的第十條 因為他有一個前提 如發現了 因公務人員違法失職 而至工程進度 未達議定進度的百分之八十十 應將執行機關的首長及相關執管 移送監察 好 我們再看 審計法第六十九條 對於考核各機關的績效 如果認為未進職者或者效能過低 請問百分之三十算不算效能過低 請問你 八十十算效能過低 到現在已經執行完畢了 三十趴是不是效能過低 是不是 請問你是不是 你都不敢說 你要做實際上的人 是 我剛剛也講 很多的事情是可以 不是 你回答問題 不要轉 不要轉 問我問題 我也向委員 我在早上報告的時候 提出前瞻或者是強化洞察 就是要來協制機關 來解決這些問題 我怎麼問你具體的案子 你都不敢說 我也有和委員提過 我在交通部也有 有六百多億 我也可以讓它降到七十幾億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會和這機關共同來努力 你抓錯地方 我這裡 我抓到這裡幹什麼 對不對 審計法第六十九條 講很清楚 沒有那種違法是效能過低 除了通知上級的機關 他通知上面的行政院院長 並因報告監察院這幾個單位 你擺明就是擺爛 你擺明就是要護航 擺明就是我瞧不起的 你把省記長這個位置政治化 那陳先生這樣我瞧不起你喔 你不敢說這幾個我送 根據審計法69條 賴委員執行你 根據審計法69條 或者前瞻第十條 你說審計法第十條 好 前面怎麼樣 那最少審計法69條你要送啊 你連送也不敢送 你要做到審計長做官的 請你來 請你 請你 我問你要不要送檢察院 我問你要不要送檢察院 因為是要送這些 要不要送 因為我這些涉及個案 我還在我沒有去了解到這個整個那個 我要到救助女後做一個事實的了解 如果說我去查如果屬實我一定送 這樣這句話我接送 但是你今天不是 你今天就擺出一步 反正民進黨人多一定會護你過關 所以擺爛 我要求你這個位置啊 就是尊重法律尊重專業 不要屈服於政治 現在看起來 從現在開始 從我執行一刻開始 你就告訴我 你一切都是看政治 很悲哀啊 這樣審計長 好 謝謝賴委員 謝謝賴委員